大家好 祝福大家2020年新年快樂 不過今天晚上有一點涼 還不到很冷的地步 空曠地區大概是12到14度 如果你在戶外會覺得比較冷 當然一般來說的話 在這種市區來說的話 台北市區大概是44度 你比較久一點可能在信義區 有一點飄雨 偶飄雨的形態 所以外出建議戴個帽子 保暖一下會比較合適 逐漸在轉勤轉乾當中 目前來看的話元旦的白天 大致上是逐漸轉勤 北部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但是是逐漸轉勤當中 比我們預想還來的好 不過水氣就是在改變當中 好消息是未來一個禮拜 大致上是晴朗回溫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冷空氣 從這個中國南方往南衝 這一次這個零度線 差不多到達福建的北邊這個地方 越過台灣海峽冷空氣就會變性 所以相對之下沒有那麼的冷 所以我們台灣大概是12到14度 12度是空曠很空曠的低溫 預計冷空氣在明天白天元旦開始 就明顯的大幅度的減弱 所以未來大概還是有點偏東北偏東風 但是大致上冷空氣就沒那麼的強了 預計未來這幾天是非常穩定會溫的 不像是冬天的這個冬天的溫度 請大家好好把握 不過這個週末有一點東北風會下來 可能會再降一點點 但是不是太多 那溫度上其實整個東亞都明顯往下降了 但是整個都沒有到台灣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這幾天大概都不大會下雨啦 大概除了東北部迎風面 在禮拜三元旦的清晨的時候 凌晨到清晨可能有一點雨勢之外 其他各地都開始轉晴朗了 轉晴朗了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最近晴朗回溫的好天氣 但是今天晚上相對之下 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慢慢的在轉乾當中 各位應該都可以感覺得到 明天呢各位有沒有看到西半部都很晴朗 然後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迎風面有一些地形的降雨或水氣 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祝福大家2020新年快樂